来同学们告我们的牧师的部分 我们依然是在水餐卷虾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在上一堂课我们是餐什么内容 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就是呢 有餐了六道的果报 所以我们看上次有餐就是 堕落到畜生 堕落到二鬼 这样子 旧旁茶 还有就是有提到这些种种的报 然后呢希望即使堕落鬼道可以远离 他们这一些的不好的果报 大体上都会牵涉到 希望可以远离这样子 好来我们就再继续这一边 上堂课是讲到这里 这边就是所谓的愿意忏悔鬼神 修罗的报所生功德 然后生生世世 可以自知无产离邪命营这样 那么呢就往下这一边 这个就从这里读起来 以为这边好像有点半点掉 来又请珊珊读一读 珊珊有请 愿从今已去乃至道场 决定不受四恶道报 为除大悲 为众生故 以誓愿力除之无愿 以忏三徒等报 今当附赐 其肯忏悔 人天于报 相与禀赐 冤福寿命 虽约百年 满者无稽 于其中间 盛天妖望 其数无量 但有众苦 肩破 心形 愁忧恐雀 未曾站立 如此邪誓 善根微弱 恶业之多 至是现在 凡有所为 皆不称义 当之稀释过去以来 恶业余报所致 事故 今当忏悔 无时以来 至于今日 所有现在 及未来 即以未来 人天之中 无量余报 忏悔人间 流央 宿队 龙蚕百病 六根 无去 罪报 忏悔人间 遍地 邪剑 三恶八道 罪报 忏悔人间 多病 消瘦 促命 妖望 罪报 忏悔人间 六亲眷属 不得 长相 保守 罪报 忏悔人间 友情 亲友 调善 爱别 离苦 罪报 忏悔人间 冤家聚会 仇忧 部位 罪报 忏悔人间 水火 盗贼 刀兵 危险 惊恐 雀 弱 罪报 忏悔人间 孤独 殷苦 流离 拨 横 忘 失 国土 罪报 忏悔人间 牢独 忏悲 忌闭 优质 策利 编达 逃处 罪报 忏悔人间 公私口舌 更香 罗然 更香 毁谤 罪报 忏悔人间 恶病 连连 累月 不差 整落 床息 不能起居 罪报 忏悔人间 东温下意 独立 伤寒 罪报 忏悔人间 贼风 重满 否射 罪报 忏悔人间 为诸恶神 赐求 欺骗 欲作 祸 从罪报 很长啊 来我们先消化 有个消化了 不要来 忏悔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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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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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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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好 来 同学看一看 这一边所有的忏悔的注意报 如果仔细看 同学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律 他有一些是有规律 就是杀刀银王或者牲口鹰 他这边就突然杀板回来忏悔人间 他的那个pattern不是很明显 可能要去看一看那些论文 为什么他会突然冒出这个忏悔人间 然后这个忏悔人间的规律到底是怎么样 基本上不大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内容就蛮值得去特别研究跟理解的 同学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讲 主教这边是忏悔是人天的余报 来我们看一下什么余报需要忏悔的 因为他讲 岁月百年满者无几 他讲 活到百岁的是没有几人在厌浮体 然后他说 其中圣年妖狂其数 很多在年轻的时候都走掉 这样子 后来他就开始延伸后面 好 同学呢 谈到这个 年税没有白几 的确是一个目前热门的课题 同学如果你稍微有留意 其实现在有一个学问 就是研究Blue Zone 同学 叫做Blue Zone 什么叫做Blue Zone Blue Zone通常跟sanitarian sanitation 是放在一起的 什么意思 san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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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放在一起的 这个Netflix也是有这条影片 Support也是Netflix看来 各位Blue Zone 简单来讲就是同学 在这些地方的人都活到70岁到百多岁以上 就是这几个区域了 同学看一下 Sardini 意大利 日本 冲绳岛 Okinawa Greece有一个地方 Costa Rica有一个地方 还有就是California有一个地方 非常的出名 现在这个Blue Zone 那么这个Blue Zone 基本上来讲 他并不是说是缺一个两个 他是会在一个村落里面发现 哇一大堆人 70到100岁之间的 那么呢 这个他们特别拿来研究 什么缘故呢 他又知道他长命的原因是什么了 那大体上 其实这个还是很值得我们 这一班人去留意 我们这班大概都是40岁以上 因此可以不可以活得到 就是70岁以上 因为Blue Zone都是70岁以上 七八九十岁 因此其实他的条件已经整理出来了 那同学我们看一下 所谓的Blue Zone 什么缘故而造成 他们可以活得那么惨密 还有我们看一看 这一边呢 是Y 这个地区 大概同学可以了解 就是这个Onikawa 是冲绳岛 大家比较知道的 Greece 意大利叫Sardini 那么呢 在这边里面 同学你们留意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看 那同学你看啊 像这里啊 有几个名字 其中有一个地方啊 是跟所谓的地中海饮食是有关系的 妙庭 你看到那一个是跟地中海饮食有关系 那么多个国家里面 妙庭 师父不会哦 那你仔细看一下 有什么国家靠近地中海的 OK 靠近地中海哪个国家 不会哦 师父 OK 不会哦 肯定不是日本 OK 三三 哪一个国家在地中海附近 日本 希腊 意大利 Costa Rica 应该是希腊吧 希腊 或者意大利 对不对 是吗 所以呢 我们呢 其实啊 最出名的一个叫做地中海饮食官 我们看一下 是叫做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Food 这个地中海饮食官呢 基本上啊 是相当的出名的 是什么呢 那你看一下 看一下Mediterranean Traditional Mediterranean food 基本上是吃什么 橄楼油为主 橄楼油为主 它有吃橄楼油 因此啊 它都是呢 那个饱和脂肪很低 然后吃大量的青菜水果类 然后他们呢 其实也有吃碳水化物 不过他们的碳水化物啊 主要吃是什么呢 就是吃啊 Sour Dough 为主的 因此他们有吃 面饼类的东西 但是就吃这些 所以呢 这个Mediterranean food啊 就是从这里跑出来的 让我们看一下 因为成为地中海嘛 所以地中海饮食 当然是来自地中海有关 那同学看看 有面饼的我 我要看 主要看Netflix的纪录片 为什么会啊 特别谈到这个 碳水 因为我们发现啊 像冲绳岛那一带 吃不多碳水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啊 碳水啊 其实造成很多疾病的缘故 目前我们的肥胖啊 其实不是脂肪造成是碳水造成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 原来是碳水 要看你吃什么碳水 那如果你是吃了好的碳水 意思就是说 他是来自五谷炸粮 就是那种玉米啊 然后呢就是五谷啊 还有啊面粉之类 是做成稍微的酸种之类 这个反而是可以让那些人 长瘦的其中的缘故 看到吗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啊 首先第一个 会长命的人是跟饮食有关 所以大体上啊 他们也吃油 因为橄榄油基本上啊 饱和脂肪很低 饱和脂肪是晒血管的 因为啊一般上啊 活到没有办法长命 或者活到长命很痛苦 晒血管是其中一个缘故 因为呢那个油啊 尤其是啊 目前有三类 在我们的pastry啊 是最流行用的最多 也是最美味可口 然后呢这些成分一半以上 是饱和脂肪 第一个是牛油 第二个呢是巧克力 第三个呢就是cheese 你想看对不对 这三个东西合起来 是不是我们多数吃pastry 最爱吃的东西对不对 这同学啊 在那个日本的沖繩岛 当我看那个Netflix的影片 他讲啊 哦 沖繩岛啊 你要在大都市找不到百岁老人 自从fast food进军之后 同学你想看 fast food 是不是山羊都是最厉害的 对不对 好 所有的快餐 那他用的油啊 都是不好的油 都会有大量的饱和脂肪 因此哦 在影片里面 Netflix那个影片 他也很感叹 他说哦 很可惜 沖繩岛啊 的老人村 只有在乡下 找到都市美人 哦 所以呢 我们呢如果是大家要 健康的场面啊 同学我们可以去 留意他的原则 给大家看看原则 让我们大家想想看 首先第一个是吃 对不对 ok 那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啊 同学 你看这些国家 刚刚所讲的这些国家 看一下 Bluzen area 那日本冲绳岛 Gris 就是希腊 Italy Sardini Costaricas 南美洲 USA ok 来同学再看一下这个图形 你有看到食物出现 对不对 你有看到吗 有酪梨 对不对 很明显对不对 来 其实 就是 就是 嫩青 你看看还有什么食物 是你肉眼看得见的 可以大概明白得到的嫩青 嗯 嗯 那个那个什么 玉米 对玉米 是吗 Tomato Tomato 还有 嗯 那个灯笼角是吗 啊灯笼角是不是 对 对 大体上 日志正经你看得到炸鸡薯条 笔萨跑出来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 啊是 所以自然的饮食很明显 在百岁老人 当一谈饮食的时候 是就是饮食的部分 很肯定都是要吃这类型的食物 好还有百岁老人有什么缘故让他们百岁呢 来同学我们看一看 你们留意看这个图啊 嗯 要你们找出原因 来同学你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图啊 你看到什么 让这几个人可以长岁 这个长命百岁 这是冲绳岛的老人来的 几个都是70岁以上 OK 陈玉兰 你这个图里面看到什么东西呢 全部是面带笑容很快的 写了一个很真人样的 你认为这三个人啊 如果是让一个人啊 自己独株一天到晚自己一个人 和这边三个人在一起 你认为那个比较长 那个比较短命 嗯嗯 当然是独居的老人咯 孤独对不对 所以同学啊 等下我们啊 因为一下就读啊 没有去的 他其中一个缘故 他说 这位百岁老人呢 可以长命 其中一个缘故就是 你的社交活动很重要 啊 因为他说你经常遇到人哦 有的吃喝玩乐啊 他那个整个Netflix的影片 他有显示 那几个地方的人呢 都有社交的 他几十岁以上到 他出来活跃 他不是说 关着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啊 没有这样的 他都是有社交 有快乐 有活动的 所以他讲啊 能够让你长命百岁啊 还有个缘故社交重要 还有一些呢 就是啊 重视家庭文理 像意大利那个Sardini 跟家人一起住的 因为啊 他跟家人一起住是 他有孙子孤 他有寄托在他孙子身上 他有照顾 他有感受得到温情这样 可能呢 也会有口角哦 不过我在想啊 对某些人啊 有口角总比孤独 可能对一些人是这样 可以了解吗 哦 因为有些人呢 可能孤独啊 反而快闷到生病 反而他有一点点 偶尔啊 有爱 有爱跟家人的爱 有口角这样 反而是种乐趣 所以呢 他就是第一 你看我们找到原因了哦 就是就是食物 找到了好的食物 然后呢 刚刚有提到啊 就是要有温情对不对 来我们再往下看哦 这东西你看 找到了哦 温情哦 好 然后再看一下 blue zone哦 OK哦 blue zone 来东西你看看这个图 嗯 这个图 这个图也显示啊 为什么他们会百岁 然后呢 这个图显示啊 他们是住在 意大利哦 宿营 你在这个图里面看到 什么条件 让人可以活得 长命百岁 你看这个老人家 背后是什么来的 纸布 啊 不是不是 嗯 看 一个镜子 一个镜子 那个楼梯 运动 对对对 运动 是没有错了 同学啊 在意大利啊 你看啊 意大利啊 啊 意大利的 Sardini Ossetarian Mobility Sardini Mobility 基本上啊 在意大利这个Sardini 啊 他们啊 就是啊 大量的走动 我们 看下 这个美呢 他给都是风景图来的 他给的是风景图来的 那一边啊 我所看的那个纪录片 对不对 他们的地方全部都是 陡峭的地方来的 啊 for for all peop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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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ity 你看一下 看到吗 都是楼梯口 很多社交的 啊 然后呢 有打牌消遣 他展示那个地方 意大利地方 看到吗 有陡峭有高 因此是第三个条件 你要动 哦 他因为啊 他先天环境都是这样 你去哪里都走很远这样 因此 那边真的不太觉得 但是我们就觉得了 同学啊 我其实有个watch 这个手表 就是健身运动的watch 我真的试过 我戴着表 坐着来讲课 基本上个calorie不太会动的 心跳啊 都维持在很低的 所以我一动的时候才可以啊 上到百多 百六百七这样 平时是很低的 所以呢 我们啊 大体上所有的人啊 都遇到这个问题 谁 坐着office 至少八个钟到十个钟 都是不动的 举手一下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坐着office里面 包括坐车 谁是这样的 每天八个钟到十个钟 陈于蓝一位 那其他你们都有动啊 那很好啊 这样的话你们有机会成为百岁老人 真的哦 哦 不动啊 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OK 我再要求高一点点 谁办得到啊 每一天至少半个小时运动 举手一下 五天 OK 陈于蓝 这样可以咯 这样你们四个有条件是为百岁老人 对啊 mobility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其实既然不认为很多人啊 住在大城市是办不到的 哦 办不到的 都退休之后 所以你们办得到啊 是不错的 所以我有发现了 我有去追过LRT 哦 其实好 有时你不坐车 对不对 你跑LRT啊 你有时要去追赶他追Buzz 啊 那个就是运动了 嗯 因为啊 以前啊 像那个WHO 他规定说 每天要运动半个钟 这半个钟其实要心跳的 要心跳 那同学啊 你运动啊 最理想的是多少 同学请你用220 你要做一条算数 220 减掉你的年龄 乘80% 同学你试试算算看 220 减掉你的年龄 再乘80% 0.8 所以算到可以谈来回答 嗯 80 嗯 所以算到的 220减你的年龄成80 成80% 嗯 136论金对不对 论金啊 如果啊你要keep这个136 你大概我没有猜错 因为你大概一个小半个小时里面的运动就可以燃烧一碗饭220大卡 好 那么呢 论金如果你 你 你的你的运动量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数字这样对不对 你应该要一个种才能 就说你怎么散步走走这样啊 要一个种 但如果你这个心跳到这个的话 如果于师父的经验啊 我天天都有量的 你应该是大概半个小时出一些哈 你就可以烧一碗饭 那个热量220大卡 那其他也是一样 33号 你们都有了 所以为什么啊 你的心跳一定要足够哈 半个小时运动还见效的 否则你啊走一千步啊 你是三步你心跳不高的话 你走上要一个钟 才可能燃得了的 这样子 但我们不可能每天一个小时这样来走嘛 所以呢 你有你有你有 efficient 半个小时这样跑步啊 就很棒 OK同学给了解嘛 好 这个mobility是重要的 好来我们又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条件给同学找到 好刚刚啊 就是谁啊 就是 就是 树营啊有讲 哎 后面有花 这个也对 一般上他们全部都老做的百岁老人 OK那边的老人啊 还有种植物啊 都习惯的 所以呢 一定要有一个老做 有些老人呢 还在做木匠啊 还有需要做这些的 那么做这些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第一 你睡醒一起来 同学你一睡醒一起来 你会想到啊 我有一个project要把它完成 或者是啊 我的菜要种好 要送给别人做慈善 第三个你醒来 好像无所事事 什么都无所谓 你们觉得啊 前面前面有东西都比较长命 还是什么都没有都比较长命 一跟二同学 有期待的比较长命 还是什么期待都没长命 OK玉门还没头 庙顶还没头 自修旁顶 对了一号 所以同学啊 长命百岁 还有一个缘故是什么 活着有目标 啊活着有目标 你们目标很快完蛋了 像师父我们出家都好 我们都有目标的 我们都有目标的 啊这样子啊 我们有目标 然后过后啊 像你们有儿女 有儿女的话 应该儿女长大主要目标 当你儿女长大了之后啊 接下来你要寻找别的目标 通常啊 这时候儿女长大 接着下来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们这边 宗教了 所以一般上长命的人 都有一个宗教 因为宗教啊 会让你正面看待啊 你的一切 因为当你活到70岁以上开始啊 你身边很多人死 走着走 开始很多生老病死 出现 所以 因此啊 你有宗教的话 会引导自己正面思考 所以宗教啊 也是百岁老人 Blue Zone 一个重要的元素来的 OK 看到吗 同学 这里写下来 看看你有几项 好来 我帮同学做个检讨 Blue Zone的条件 OK Blue Zone OK Why Why Blue Zone Certainitarian Why live longer 我看到 Why Certainitarian OK 好 OK 我让我们再看一下 有什么条件啊 很多呢 百岁老人出现 看到吗 看到吗 同学 这个是在教堂里面 这也是 这是日本里面的老人 同学 你们知道吗 日本 每十个人呢 可能有一个到两个是八十岁 有点恐怖 对不对 就你同学一看 十个人一算 有两个老人 八十岁的老人 哇 所以他们是全世界啊 衰老最厉害的国家 日本的老老同学 所以这个是跟长命百岁有关 来我看一下 把这个条件 what condition 可不可以用中文比较好哦 活到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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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mang 活到百岁 行 Steven 都学帮忙 检讨一下 看你能不能够 就是有达到 这一个哈 好 这个呢就是 嗯 生活方式医疗条件 我是想要找 就是Netflix给的那几个条件 看一下 对呢 蓝色宝地奥秘就Blue Sun 同学你啊 如果有那个Netflix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检讨啊 就知道啊 我们有没有这个条件啊 活到这样子的寿命了 活到百岁啊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跟风俗习惯 整个纪录片会蛮好看的 Netflix的纪录片很好看的 ok 就是 我要找比较具体一点 sanitarian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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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ing a frien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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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itarian sanitarians sanitarians 对 活到一百岁再plus what a disease 来看一下 来同学看一下 第一 sense of the purpose 你的用意要有 就是看一下 这个 好像很小个字 sense of image 同学你算算分数看 看看啊 这个啊 活到长命的条件啊 看看你可以大概可以拿到几分啊 好 同学我们看一看 那么呢 刚刚那一个呢 每一个如果是说啊 等于三分的话 你一分到三分看 可以打几分给自己 来同学看一看 这个呢 就是可以活到长命的大概的条件 来 同学你可以开始打分的 第一 饮食啦 一分到三分 三分你觉得自己是蛮理想的 吃的蛮健康 一分就是最差 我看就用一分到五分 比较好啦 同学开始打分啦 第一项 diet 吃的很好 就五分啦 吃的很差 你觉得不健康就一分 中中就三分啦 OK 好 可以打分 第二呢 是疾病 同学你看啊 你先天啊 有没有什么疾病啦 那么呢 就是身体一向都很好 还是一向都不好的 也是一分到五分 同学可以打分输啦 好 接着下来同学 看看你的周围的环境啊 就是污染厉害不厉害 食物的污染 然后呢 环境的污染 也感觉像如何咧 好 一分到五分 一样可以打分 drug abuse 你有没有啊 滥用毒品的习惯 那我们都没有的话 直接就打零分了的啦 好 过后呢 exercise 运动 刚刚讲的 如果你呢 就是啊 每一天大概有半个小时运动的话 可以拿满分五分啦 那如果是没的话 就可以很少的话 就打一分啦 中中就三分 Social Interaction 你有没有朋友 有没有经常出来社交 同学啊 包括我们这样子上课啊 都算是社交 可以了解吗 哦 我们这样上课啊 我问你们你们回答 跟你自己一个人看YouTube 有茶的咧 同学 你明白吗 然后过后啊 我们就认识珊珊 诶 一下俊姆拉克喝茶 这样 他的互动又更更密切 再俊姆拉克玩一下 因为觉得 珊珊很不一样的 哦 这种生活完全不同的哦 因此这个互动也要有的哦 所以偶尔啊 哎呀 或者要安排一下 叫你们过来 一起书去看看书啊 喝杯咖啡 这样生活很优雅的 这样 因为你们已经差不多 中年人了哦 这是蛮棒的一种生活模式来的哦 Interaction 通常可以打分哦 然后呢 就Social Status Social Status呢 大体上来讲 就是说 我看我会把它定义为啊 跟你的那个 就是 你 应该怎么讲啊 你本身有没有担任任何职事了哦 你有没有啊 某一个团体 13团体啊 当主席啊 当理事等等啊 完全没有做就0分了 那么呢 做的蛮多的 就算3分5分了哦 psychology state 你的精神状态了 你的精神状态 那么意思就是讲哦 你经常觉得自己很快乐 还是一半一半 还是完全不快乐 可以打分了哦 Therapy 当你有病的时候 你没有接受治疗 你有没有治疗的条件 非常有治疗的条件 随时有买保险等等之类啊 就5分了 一些具备了 什么都没就0分了 好 好了 同学可以加你的分数 123456789 95454545是满分了 那45满分 一半的话就21223613分 好 所以拿到13分以上的 算算看 一半 一半 有43分以上的举手 43分以上 OK 好 我看到知修论清33 有一半了 对不对 同学我顺顺看 如果是45分 45分 乘90% OK 所以我拿到40分的 可以把手去写来吗 有40分的 你看看你的分数 有40分的 有吗 334 你40分 对不对 妙婷40分 对不对 妙婷也是40分 是吗 妙婷 论清也没有40分 三三个40分 论清有40分 对不对 OK 如果同学你有40分 你很有可能会成为百岁老人 哎呀 这样的话 你不要老来孤独 你要遇好一般人 大家一起老 我也是 我打算讲课 讲到70岁才退休 你们要陪我 我跟你们讲 哈哈 不然没有对象怎么办 你们吃了 吃长命一点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就会变到 百岁就是这样而来 同学这个图 你过后 你家里 如果父母还在 对不对 你可以用来检讨他的 那么发现 他好像失去人生目标 或者说 他什么都不要学 又不要残忍 你要有心理准备的 这些会造成 他没有办法可以长寿的 那么长寿的老人都是这样 那么那个Netflix的短片到最后 把这个长寿的formula 拿来复制 过后成功 然后呢 你们猜猜看 在全世界有个国家 非常的小 这个国家成功复制 很多人百岁 而且是很有quality life的 不过这是Netflix短片 他们拍出来 给你们猜猜看 你们猜是什么国家 这个国家是你熟悉的 它是各方面条件 都非常的优秀 刚刚讲的条件 他的政府跟人民 都可以打造出这样子的水平 而他也出现蛮多人 寿命蛮长的 OK 这国家 我再缩小一点范围 在亚洲 玉美 你猜是什么国家 嗯 我们熟悉的 这个国家很熟悉的 我也做梦想 但Netflix会讲这个国家 猜猜看 玉美 OK 在缩小 在东南亚 嗯 东南亚 Netflix 你是讲 不是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 啊 有 可以把这个条件把它复制成功 在马来西亚 当然就是新加坡 不是马来西亚 是新加坡 啊 新加坡 不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胖子那么厉害多 哪里会健康 所以呢 就基本上来讲 他用新加坡 后来他举案例 就是他们的医疗啊 然后呢 他们的人民啊 这租屋下面都有运动啊 各方面呢 他是有评估的啦 因为Netflix做这个是鬼老 基本上鬼老 我是觉得他没有什么需要偏帮新加坡的必要 但他们又没有找到瑞典北欧 我也不太明白什么缘故 不过在美国有一些周术 他们的确用这一套方法来复制 他们成功把人类的寿命延长了好几岁 这东西 待会你可以去看这道短片 Netflix 这边谁有Netflix订购的举手一下 Netflix有几位 Netflix 没有啊 没关系你们写下来了 日后啊 有几位可以看一看这个短片 这个就是Blue Zone 应该叫做好同学 Netflix这个短片叫Blu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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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flix 对啦 Life 200 Secret of the Blue Zone Netflix Secret of the Blue Zone 你把Blue Zone就成了 这一位专家研究了好几十年 三十年了 三十十年为什么人会产命呢 所以呢 Blue Zone的国家是全部他亲自去考察 他去研究 包括新加坡 他也去考察了好 那你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会产命 就了解了的了好 看到吗同学 你看到吗呢 拍出来的人都在动着 都是动态的 你知道吗 哦都是动态 出来都是饮食啊 看到吗呢 还有亲情的 包括年老的人找到伴侣 他也会长命 真的哦 年老的人找伴侣啊 他也会长命 不当然你不要找个气死你的了 不都那么老 通常是精神伴侣 就是说 他会有爱情的感觉 我很记得啊 他里面有一个他讲啊 哦 他说啊 因为啊 一般上到了个年龄 一定会有个上 一个先走的 当一个先走啊 哇 他那个悲伤啊 是很厉害的哦 所以很多鸳鸯啊 只要一个走掉 另外一个跟着死掉的了 很快的 因此也是 那这个人他说啊 哦他在走了 我差不多就死掉了 后来他好像是在公园啊 还是哪里啊 遇到一个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女人 哇 他说这一个啊 让他的爱情点燃 哇 他的生命力充满了 所以他讲了 哇 他就可以有那个生存的动力 不然他会觉得 活着意义没有 你知道吗 哦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啊 寻找这个爱情啊 年老啊 如果是找到对的人的话 没有被诈骗 没有是对的话 的确是可以长命的 所以你看活到那么老 还是要有工作 所以大概就是这些条件啊 看一下啊 食物 大概是这一些了 没有娱乐到 他会采访就是啊 刚刚讲那几个国家啊 全部他都跑去采访了 就是这一位专家了 这一位 大概跑了三四十年 就是寻找百岁的原因了 他叫什么名字啊 给同学写一写啊 这一位啊 专家的名字 嗯 OK 哦 Dan Boonard Dan Boonard 同学有名字了 这一位来的呢 Dan Boonard 可以写下来了 Dan Boonard Dan Boonard Discover five unique community 五个地方哦 活得特别长命的 Dan Boonard 他是专门啊 作者哦 写这个长命百岁的作者啦 Dan Boonard 好 好来 给我们再看一下 Dan Boonard 我们再回来水餐 这个有谈过就是了 所以他讲这一边他说 年满百岁啊是没有几个人的呢 那么多数是圣年要款 起诉无量 圣年要款 起诉无量 同学啊 基本上 刚刚那些条件 就是让我们短命的原因了 我们城市啊 目前啊 最容易得病的是忧郁症 大概五个有一个 同学蛮严重的 KL 五个有一个得忧郁症 那忧郁症啊 通常都是很大的外来的打击了 但是啊 事业上啊 事业上啊 亲人啊 钱财啊 被骗啊 space gamer 骗啊 事业啊 被掉 就是突然被 事业啊 被裁掉啊 等等之类 哇 这些打击都非常的大的 然后过后呢 如果你这些打击之后 对不对 你本身是 他会有几个情况 让你更糟糕的 同学啊 他 如果啊 有几个条件是 你这个打击来了 你很不愉快对不对 但是 这个几个条件 如果你产生的话 可以让你啊 很快可以脱离 首先第一 身体会影响心理的 那么呢 有个试验就是说 一个人啊 他假笑 一个是 一个假笑 一个是不笑 那么假笑啊 跟不笑两者是 假笑是 是装出来嘛 对不对 他这两个情况 对不对 后来啊 让他们呢 以假笑跟真笑的方式 去阅读一篇文章 他们发现 原来即使是假笑的人都好 他更容易产生愉快的心情 所以意思就是讲啊 你的外在的身体的动作 会影响的 虽然你想 哎呀 不是很虚伪嘛 但是啊 你这个这样子 你先让自己一个 有个脏嘴的一个表情 它就开始影响你的内心 比起啊 你整天上着脸 你就很糟糕 所以同学第一 身体会影响心理的 好第二呢 同学啊 你的身体的部分啊 有没有发现 当你一有病痛的时候啊 你很容易联想 负面的 因此就是说 长期在病痛的人 是很难愉快的 因为啊 尤其在痛楚 一开眼睛 就是疼痛 一开眼睛 就是那边痛 不然就腰椎痛 不然就神经痛 这种人很容易有郁症的 所以首先第一 如果你有打击 再加上这个生理的病痛 更快的有郁症 反之 如果这个东西啊 你有医疗 有麻醉 要帮你去除 你比较容易脱离 好第二呢 是心灵的部分 基本上啊 这个心灵本身 它会加重的 如果你是身体已经很不愉快了 很充满疼痛了 然后过后啊 它就很容易啊 让你这个疼痛 让你很容易联想到啊 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那你不愉快的事情 你从小到大都 很多很多的 你会跑不开了 所以忧郁症啊 如果你跟忧郁症的人 谈过话 谁有跟忧郁症的人聊过天 有谁有试过 跟忧郁症的人聊过天 三三 你会不会觉得啊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的负面是很厉害的 你逃不掉的 会不会很胖 很劲的 我们不是他对手来的 因为啊 他就是这样啊 他多重元素啊 身体加上心灵 心灵又配合身体 哇 他卷在里面 他逃不开 我们不是他对手 很厉害负面的 所以同学啊 你要去应对啊 你要很有能量哦 OK 可以了解吗 所以这个一点 是提醒大家的 第三 第三 第三我们讲 触景生情 那么呢 通常我们讲 哦 哦 你儿子 往生了 对不对 你不要在家里 你要离开 是对的 因为他会触景生情 不断的触景让你生情 因此眼睛看东西 让你触景生情 所以应该远离伤心地 是对的 所以第三个 就是外在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灵的 好 所以如果有医生病人啊 这些全部啊 都是这样啊 他就很糟糕 OK 放在一起 然后过后啊 此外对不对 还有一些别的条件的 比如呢 就是啊 同学我先稍微先暂停 两分钟 我今天就是吃了 我要做个试验 我业业我的血糖 看看我的碰糖能力如何 好 来我们休息两分钟 同学 你可以先上个洗手间 OK 好 来我们继续 好同学啊 还有几点啊 可以帮到你很大的忙的 也可以让你很糟糕 刚刚讲的客观有个忧郁症 对不对 第一呢 触景生情于几个角度 第一 同学你没有试过 你听一首歌 哇 你会很愉快的 或者听一首歌 让你回忆很多不愉快的 同学 请你想想 什么歌让你听了 哇 你很愉快的 现在可以马上写下来 因为日后啊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是可以帮你的东西来的 他会助你一笔子力的 请写下来 写好了 可以送举手了 那首歌 不用佛取的 任何歌 只要让你高兴的歌 就对了的了 我们现在不要让同学啊 赚到忧郁症的去 OK 删一删好了 选一首歌 两位好了 论清好了 OK 自秀你这个是鼓掌 自秀你要把手举起才对 raise hands 对啊 预美好了 OK 嗯 OK 对了 自秀正确了 OK OK 好 同学可以把手拿放下来 OK 同学想一想 有什么食物你吃了哦 你会很愉快的 来 请你想一想 好了 就是可以zone举手了 好 想一想 可以写下来 你很愉快的 写两三样 以后记得啊 你不愉快就是 吃这个食物 让你 把你救出来 好 这样子哦 两位好了 OK 好 三位好了 ok 四位好了 好 同学可以把手放下来 好 来第四个条件 同学有没有人啊 一看到你很欢喜的 好 不要男女的 就是你的 就是一个小孩子 像刚才抱他的孙子啊 之类这样 好朋友一想到他 你很快乐的 同学可以写下来 OK 好 给两位好了 摄影好了 如果这些啊 通通跟佛法 可以搭上关系 是最好了 但是如果是 不完全的话 也没有关系 最重要你的心情 先变好些 好同学可以把手放下了 好同学看到吗 意思就是讲啊 一个鱿鱼症病人 为什么他那么难 难跳出来啊 就是他少了这些 所有问题的一切 对不对 他少了全部的一切 那他大脑 血清素没有 是个最重要元素 因此啊 这类型病人啊 他一定要吃药 他吃了药之后啊 过后啊 他这些乐趣统统 要给出来啊 他就可以逃离啊 那个鱿鱼症 他就行了 而同学啊 基本上啊 即使你没有鱿鱼症 你家里有一个人有鱿鱼症 你就不得跳了 真的 你就不好搞了的了 因此就是 你学这些 不只为自己 也为你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都懂得 让自己快乐 不会经常在忧愁里面 这样的话 你的日子也好过 可以了解吗 你身边有一个人 这样的人啊 哇 你跟他一起住啊 不容易哦 这样子啊 好啊 所以啊 我们讲这些 全部条件综合起来啊 会让一个人啊 愉快或者是不愉快 就是这样来的了 好来 过我们讲啊 这一边开始 开始谈他说 他说 如是啊 善根微弱 恶业之多 善根微弱 很多恶业 然后他讲啊 我们开始忏悔 忏悔人间什么 第一啊 流氧素对 隆禅百病 流氧素对 这一个啊 我们要查这些 这种流氧素对 这种中文呢 也是蛮神的 流氧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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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没有 读学有啊 素氧 前世注定的宰氧 读学 嗯 这个可以 写下来了 前世注定的宰氧 流氧素对 它叫做 它是放素氧了 同学看一下 这边是放素氧 哦 流氧素 流氧素 素氧 素氧 是同胞 流氧素对 哦 ok 就是注定灾难了 过后呢 就隆禅百病 就是身体有很多病 百病 很多的病 然后呢 六根不菊 六根不菊 就是表示 六根 残缺了 那天呢 我遇到一个公园散步 啊 我遇到一个啊 他跑车 我们公园有点斜的嘛 他一下车 哦 原来他是缴残废了的 那么呢 他就拿一个轮椅出来 我跟他说 啊先生啊 你跑车不要跑这样子往下 你要跑平的地方 这样的话 你才好走嘛 他说哦 但是他说 我跑去平的地方是 我就啊 离开那个楼梯太远了 所以他说我跑这边比较好 后来他就自己下咯 他不需要人帮忙 然后我讲 哎 先生为什么你不要啊 用那种一按一按啊 你就可以轮椅自己推动 他说哦 将来我就运动不到了啦 我一看他的手臂 哇 特别大力 哇 哎 同学啊 他们啊 推轮椅的手臂啊 好像我的大腿这样啊 哇 很有大力 他说就是因为我要等自己动的关系 所以上半身是充满魔力的 那人 那我讲一张下半身的肌肉的腿啊 肌肉就没有办法 就萎缩 他说是 没有办法了 但是就上半身又给他充满魔力 所以呢 这一些啊 他我不好意思问过多哦 但是可以知道 就说哎 原来产障人士啊 可不可以活得正面啊 也是跟心态有关系 他们啊 他们啊 活得正面比我们更困难 因为他一起来 眼睛一看 就是残肺的双脚 哦 所以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因此啊 一样的 有医症病人 你跟他讲 你快得起来吧 快得起来吧 他们已经在报章 都刊登了 讲啊 对于医症病人 不要跟他说 你快得起来 你振作起来 不要讲这些 对他们啊 是没有用 而且是意义不大的 因为啊 你叫医症病人 快得起来哦 有点像啊 叫个手受伤的人哦 把射头拿起来 这样他拿不到起来的 因此啊 他说 通常面对他们 就是聆听 就是这样子 聆听陪伴 然后呢 他没有吃药 劝他去看病去吃药 这样子 这才是啊 他吃了药 大脑有血情素才增长 所以身体残疾的人也是这样 他们有时候啊 尽量要我们啊 对平等的对待 用平常心来看他们 他们才enjoy 有时候是这样的情形啊 所以用平常心去看待啊 不要啊 就是啊 让他感觉啊 刻意的眼光 他们的六根残疾啊 基本上就是 沿耳鼻舌身 因此这些残障的东西啊 在佛教啊 如果是先天六根不聚呢 是不能够出家啊 然后呢 算是属于无影神啊 同学啊 六根不聚啊 如果是六根不聚啊 沿耳鼻舌身有个啊 出状态的话啊 在佛教的话 是称为无影神啊 无影神来的 同学 是六根不聚的 无影神 无影神基本上是六根不聚的 无影神论啊 六根不聚啊 六根不聚啊 然后呢 就是啊 他讲啊 这个就是要忏悔的啦 过后呢 不过我们这样子念啊 同学 他其实不会不见调的 或者是你现在六根不聚 你念了 他也不会不见调 应该啊 这个你要去找出原因来 同学一般上会六根不聚无影神啊 都是因为啊 不识 以往不识啊 不是不是 而通常无影神是跟啊 贪神是有关 你投胎的时候啊 你以真心偷生 或者贪心偷生 或者私心偷生 如果你先下地狱 过后呢 地狱收骨断期间回来 饿鬼 饿鬼过后一段期间 回来 变出生 出生回来通常 先以无影神偷生 所以同学如果你去看啊 那种尤其是智障的地方啊 他们呢很像动物的 很靠近动物的 因为他根本都智障啊 他都能用不到啊 因此侧而拉撒都不能的 所以呢 这一些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修行 身体好啊 确保自己啊 无时无刻都在善心 那么投身的时候 不要用贪神词来投身啊 希望这个力源统统消失 这样子 还有啊 刚刚啊 提到那个犹豫症 还有一点就是 基本上啊 能够让你容易康复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多去大自然 因为啊 大自然本身 它有它的frequency的 它有抖动的frequency的 而我们一般上啊 心情很不好的人 我们的frequency是乱的 我们的心啊 跟身体细胞是乱 你去到大自然啊 大自然的抖动啊 它的frequency是 它会啊 引导你去抖动啊 啊 过后啊 你会平静下来 我有看到这个很有趣啊 不知道啊 你们可不可以给师傅参考 他讲啊 公正是重要的 你遇到一个心情好的人 对不对 他的公正啊 是强大的 你心情不好 你靠近它是 如果几个人啊 心情很好 你会被他影响 因为他们认为啊 世界一切都是波来的 没有东西存在 全部都是frequency 都是波来的 还有一点 他讲很有趣 他说如果一般女人 住在一起啊 久了之后 他们的月经 会同时到来 因为frequency的关系 认不认同 认同举手一下 有没有这个经验 哦真的啦 哦真的啦 就是说久了之后 这一般人他的frequency 会自己互相影响 大家同时来的 哦这样他对咯 有医学根据吗 珊珊 有医学根据吗 没有对不对 没有咧 因为我跟我的女儿 就是这样啊 哦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啊 大家frequency 他互相影响的 也可能会跟啊 月亮等等有关 所以都学看到吗 因此啊 像现在我在看 都是这种心灵治疗的东西 生理治疗 他都说你要找个frequency 很大的东西去靠近 而且正面的 他的frequency 影响到你 过后你变得好 因此就这个缘故啊 你参忍很重要 好啊 像你来上佛法课 我们这些都是 比较正面的frequency 你参久了啊 你也会被我们影响的 好 对了解吗同学 过后你们要去影响别人 你能力很强大 你要去影响别人 好来 给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六根不去啦 好过后还有忏悔什么 他说边地邪见 这个我们经常提到啦 边地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然后呢 邪见呢也是啦 就是不相信三宝的地方 目前呢 在边地邪见这一些 通常啊 现在的国家就战乱很多的 都是算是边地邪见 非洲一带 中亚一带 佛法到不到的地方 不过 就有一些虽然没有佛法 他们有宗教啊 他们依然可以和谐共处 依然算是不错这样啦 因为啊 信仰是很个人的 他们相信 就有他们的好处这样子啦 不过在佛法来讲啊 如果是可以 以佛法的角度 能够相信到佛法是最好的 好 来给我们再看一下 让他讲啊 多病消瘦 出命天狂 罪报 看到吗 还有就是啊 多病会容易消瘦 一个人会多病啊 一般上啊 都是杀神过多 会多病这样子啦 因此就是要避免杀神 同学啊 在避免杀神的护身啊 目前比较现代版的 就是animal dualism 同学 要避免animal dualism 同学意思就是讲啊 未来啊 你去旅游的时候是 如果这个旅游啊 牵涉到其大象啊 还有啊 看到吗 要大象表演啊 然后呢 要大象啊 坐在凳子上面啊 陈玉兰 请问 大象没有事情的话 会不会站在凳子上面 或者大象会跳火拳吗 陈玉兰 他没有事情都会做这种事情吗 他关掉了啊 ok 不会啦 不会做这种事情 怎么情况 哪一个大象啊 会站在凳子上的跳火拳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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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呢 现在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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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手持不杀神戒 云生 包括我们不要去参与这一些 尽量不要参与啊 所以呢 包括我那天看来啊 包括哎 看人家吹蛇那些啊 那些啊 其实啊都有用到需要捏带动物啊 才能够顺服他们 然后呢才成为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啊 我没有记错到我应该马戏团啊 马来西亚好像没有马戏团了嘛 对不对 好像已经却种了嘛 哈 就是因为啊大家的意识很高 所以呢 要老虎跳火拳这些等等之类 嗯 嗯 所以呢 就这个缘故啊 我们呢尽量避免animal tourism 而我有一次啊 我有到一个mielka hotel 啊 给我对到海团有兴趣 我跟大家聊过 呃 这个是在mielka hotel dolphin 他的dolphin是可以治疗忧郁症的 这个吸引到我有过去了 不过同学你看dolphin exploitation 我有去问他们啊 他们讲啊 这个啊dolphin啊 在mielka hotel巴厘岛啊 他其实啊 他们是在大海那边救到的 不过他也是啊 训练他跳火圈啊 然后啊 你可以把他跟他一起游泳知道吗 他啊 就是自闭症的人下去啊 还可以跟他玩啊 让他们开心 会共同的哦 然后呢 他们也会跑上来跟我们拍照 也是要付钱啊 我是觉得海豚无端端 不会跑上来跟我们拍照的 应该也是 有捏代步才可以 我有拍到照哦 那时候我不懂嘛 很多年钱嘛 都到了了这样子啊 后来我就问啊 他们说这个是大海救过来的 那么大海救过来有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你没有好好地保护啊 放出去没有training好哦 他也是放死的 知道吗 也是放死的 然后那天呢 我听下杂志啊 听到两个很有趣的 一个就是中国啊 不不不台湾啊 京师动物会学院的院长 一个是兔子协会的会长 两个访谈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他讲其实台湾人啊 很喜欢养兔子 一来是跟兔年有关 二来兔子很可爱的 但是那些人讲了之后啊 哇发现原来那么难搞啊 第一你们知道吗 兔子啊 原来两秒就可以咬断那个玩意啊 你知道吗 兔子咬人的 你知道吗 后来你发现了 哎呦原来不好搞的哦 我问你们啊 请问兔子吃萝卜 对的举手一下 兔子喜欢吃萝卜 对的举手一下 两个人举手 人情举手 原来不对 肚子不是吃萝卜的 肚子是吃萝卜的 肚子是吃莫草啊 哎呦他讲啊 他们动物协会宣扰的很久啊 都很难成功 他说因为啊 太深入明星 然后那些人抓肚子 就是抓耳朵对不对 这些都是错的 哎呦那两个啊 讲得很好笑 还有一个最搞笑是什么 他讲啊 哎同学啊 你们有听说流浪狗对不对 有听说过啊对不对 有听说过流浪猫吗 有听说过对不对 有没有听说过流浪兔吗 有听说过吗 流浪兔有听说过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根本会死掉流浪不了 所以啊 这两个东西会讲啊 你们啊 不要看到那个东西可爱啊 就非要占有不可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不会养他 没有给他条件 根本是虐待他 你们知道吗 有一些人啊 把兔子啊 这些当作是定情信物 你爱我爱你 我送个兔子给你 闹翻之后啊 在十八次楼把兔子丢下来 你知道吗 哇这班人呢 那是 所以讲到的好笑 那个天下杂志 你们要我可以给你们听 很搞笑 你知道吗 那两个都是还蛮年轻 三十几岁 他们就呼吁台湾人 你们都不知道什么都喜欢 就拿来养 他还有一阵子啊 流行养这个什么龙猫啊 我觉得台湾比较厉害 这边有吗 你们有没有养龙猫啊 看一下先啊 龙猫啊 龙猫啊 因为啊 他很可爱的关系 我要加个动物才对 动物啊 龙猫 看他出来吗 他的 啊对 看到吗 啊 同学 可爱不可爱啊 可爱不可爱 可爱啊 你千万不要养 为什么呢 同学啊 原来啊 按照那个动物院的院长他讲 这个动物啊 其实是在啊 就是那个南美洲啊 在海拔三千尺以上住的 所以你看他身体的毛 那么厚 你知道吗 那些台湾人呢 带回来养之后啊 他们都不知道啊 根本的热都热死他们了 没有想到啊 就好像啊 披上一个厚厚的毛给他们这样子 哦 因此啊 他们看到很可爱拿来养啊 不知道啊 哇 到最后啊 这些动物都把人都倒半死 所以你要养这些动物啊 其实你要有冷气 你要了解他们喜欢什么 而且这个海拔三千尺以上 台湾地方哪里适合 所以呢 那个院长啊 语重心长的说 拜托你们啊 可爱的东西不要全部去拿来养啊 他讲还有个方法是什么 如果你们觉得兔子很可爱要养 是不是 请你们来兔子协会 试试看喂几天 味道干啊 才来养 不要啊 看到很可爱的抱回家去 不觉得不适合 又把他也放掉他 害到那里兔子多惨 你知道吗 哦还有啊 那些人啊 老人讲 兔子不要喝水 又害死呢 兔子 他们要喝大量的水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 他讲啊 你养一个宠物啊 就像养个小孩 你要对他认识 啊要对他认识 然后呢 养了就一辈子的责任的 他讲 哇那两个人 尤其是那个动物院的院长很serious 哇听到 我觉得哇这样的话 应该是没有人可以养了 如果按照这样 的确 因为啊你不养 也不负责任 也害到他们了 真的我 所以呢 现在谈到不杀生戒啊 包括这一个就是 不要乱养宠物 哈哈哈 要放到不杀生戒里面了 哦 有吗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喜欢养兔子啊 龙毛 很可爱的东西 有吗 没有 不在你们身边啊 可能在台湾是哪里啊 我觉得KL会比较多 因为现在很多人啊 喜欢宠物啊 因为啊都单身 不要养小孩 就养宠物 他就问题多多了 不会没有去好像照顾啊 问题很多 师傅可以问问题吗 有请啊 师傅 好像那些野狗啊 他们那些人哦 他们都说是持悲心去喂那些野狗 喂到一大堆的奶 这样是好吗 或者是把那些野狗圈起来养 哦 他如果不喂的话 他就饿死了 他不养的话 他就饿死了 不过呢 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啊那些呃呃 养野狗的人 他把他全部关起来 因为他不养不行 但问题是他个人力量 就会造成呃 卫生问题 呃 邻居问题 因为他个人能力有限的关系 啊所以呢 其实这种野狗应该要结诈的 应该要结诈 这样的话好才行 还有最重要就是啊 多数野狗是人类弃养啊 啊 爽爽养他 不要又把它丢掉 野狗哪里来 这是我们人那边来的 在越南 人要负责任啊 那么你以后记得你养 把它结诈 然后不要爽爽把它丢掉 你丢掉变成野狗又没有结诈 他就作为繁殖咯 然后那好心人是 拿了一条就拿两条 拿到最后七八十条 好像来养来喂咯 他又没有这个环境 又炒到戈壁 又臭到戈壁 问题就这样来了 如果他没有的话 他会更加糟糕 啊 我有看过啦 就是蛮多团体啊 都是自己发行要养野狗的 他他他他不养啊 他觉得会更糟糕 自己都没有吃都没有钱吃饭 都都去喂养这些狗 蛮复杂的这课题成绩兰 所以呢 就是有关切的话 在更进一步关去看 做好我们的责任啊 好啊 这个就是跟不杀生气有关 我也不知道这个龙毛那么可爱的 同学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只是看 听podcast罢了喔 哇 真的喔 这个啊 你在马来西亚 真的是热死他们了 你一定要有空调啊 你空调至少有12度啊 他才可以过火的了 哈哈哈 看到吗 那么厚的皮喔 你知道吗 哎呦拜证那些人 真的是 养这些要做research一下 真的是 好来 各位我们再看一下 此外还有什么东西 好 过后他又讲了 就是这边多病了 过后他讲还有忏畏什么 六亲眷属不得长乡 保守罪报 长乡保守应该是不能够在一起了 六亲眷属分离 基本上战争的国家 就是六亲眷属不能在一起了 像乌克兰这样 可能呢有一些夜暴啊 让他们的家人要分离 他们那种苏联啊 听说把他小孩啊 重新安顿啊 重新改造啊 有很多这种状况出现啊 会蛮可怜的 这些这样情形 过后还有什么他讲啊 蔡尾人间什么 亲友叼上 爱别离苦的罪报 亲友叼上 就朋友全部走到晚 就会的啊 所以呢 我们尝命啊 身边的人也要让他们尝命 哈哈哈 就不会亲友凋零了 我在想啊 如果我们活到七八十岁啊 现在活到一百岁 一个朋友都没有啊 身体不健康 意义不大的 应该是尝命 但是要有quality才是好 这样子 来过我们再看一下 过他讲啊 冤青聚会的罪报 因为啊经常跟冤家在一起 所以就愁忧不畏 是的同学 我发现啊 就是啊 有时候婆媳啊 这个是千元公安 是蛮难搞下的 不知道我们佛教徒 可不可以突破这个 这样子的诅咒了 如果是冤青啊 老是没有办法和好在一起啊 他不如自己个人住更好 是真的啊 因为啊 每天都会 那么呢 除了婆媳以外 有时候啊 就是 他奇怪 他有血缘关系 他比较可以包容的 即使是妈妈是老虎啊 儿女也是老虎 通常是可以包容的住的 但是外来的又比较难包容 有这个情况啊 那么此外就是 有时候兄弟姐妹 就是那个感情很淡 就外面的人感情好过兄弟姐妹 那么呢 就是呢 就是好不到老师会针锋相对 然后呢 对方啊 你的家人啊 亲密的家人 老是借钱啊 借到啊 你要包头包脸 去上报 我会跟他脱离关系 看到吗 包长天天都有 脱离关系 就是因为借钱的缘故 啊 所以这些啊 嗯 这个冤情相聚啊 只会短命 不会长命的 对不对啊 这样的话 不如一个人孤单更好 如果是经常给他git到这样子 钱财损失 亲身损失 所以这一些啊 什么缘故 都是有因有缘 同学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我们有学佛 包括师父 在师父身上 我们有学佛 我们要关照佛法啦 就是相信一些有因果 我们接受他 首先 我们的问题减少一半 对不对 同学 我们先接受他 很多时候啊 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 现在的自己 我们都活着什么 活着 我们都拿现在啊 来比较过去 用过去来比较现在 我买菜 我很记得 我买菜就记得 因为我大概十几年前来KL 我五十块啊 就可以买满 一车东西 然后购置一次 两个礼拜 这样的 现在五十块哪里可以呢 哎呀 我一个人都差不多一百块 这样你知道吗 那么呢 经常这种比较automatic 其实是给自己痛苦罢了的 真的哦 后来啊有一次我去新加坡旅游嘛 哎呀新加坡啊 去看个水柱馆啊 换一换都已经百多块了 哎 回来了之后啊 东西你不觉得贵了哦 因为你去新加坡啊 随便吃一餐换一换都是要百多块 所以呢 这一车百多块 还可以吃两个礼拜还不错咧 所以啊同学我发现就是啊 原来啊 当我们出去外面啊 跑动啊 有新的思维进来啊 他就会改掉你的之前的思维 否则的话我们经常啊 都会活在过去 没有办法活在现在 而活在过去啊 跟盼望未来啊 经常都造成我们啊 患的患事和不愉快 可以了解吗同学 所以呢 有时候你出去旅游 原因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哇 那个水柱馆去一去啊 回来之后觉得 哎 东西不会很贵了 哎呀 在新加坡啊 玩一玩就搞定这样 所以呢 其实没有变的 我还是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东西的 但是心态改变了 看到吗 就是perception改变 心态就跟着改变 所以有时候说要出来旅游啊 要参加活动啊 办事情 就是多一些思维的改变 那么呢 思维改变心情跟着改变 但是还是一样的 你还是要付那么多钱 对不对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啊 经常啊 思维啊 有改变 这样的话这个冤家聚会啊 可以减少烦恼啊 过参会啊 过参会啊 水刀 水火盗贼啊 刀兵危险 这一个就是打仗跟水灾了 好 同学这个参会啊 真的没得好参 应该是说啊 我们逃没得好逃 对不对啊 今天纽约又震水了 它的那个地铁啊 真的是瀑布这样 之前又香港什么400年是大水灾 然后呢那个冰川啊 今天报章有写啊 冰川 2050年会差不多没有到完 哦 这个是很大问题来的 我也不懂啊 为什么啊 我们把这个地球搞到这样子 哎 我们真的是这个地球给我们搞死了 哦 这却不是不正常的啊 要么热到半死 要么就热到半死 然后啊 又讲那个米要起家 有没有很多米粮啊 出场不到不理想 所以呢 打仗还好啊 我们国家蛮远啊 就是但是这些啊 天灾人窩 我们也逃不掉 那现在外面啊 我整个外面都蒙蒙的哦 哎 我外面啊蒙到完了 啊 我们昨天报纸讲 咖喱满蛋吹过来嘛 今天咖喱满蛋讲 不是我们啦 是你们弄到的啦 又在那边吵了 哈哈哈哈 对啊对啊 所以呢 现在出门不能过 一出啊 哇那个焦味啊 很厉害 所以呢 哎 这些哦 就是啊 只有改变心态哦 不过我们躲在冷气房里面 哈哈哈哈 也蒙完台了哦 这样子哦 好 来过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还有什么哦 忏悔什么 孤独困苦啊 流离拨拼 王室国土啊 这个也是战乱国家了 目前呢 这些国家都在打仗啊 都是啊 刚刚所讲的 Ukraine啊 这些国家这样子了 好过呢 参悔人间了 牢欲戏壁啊 就是经常 关在监牢 然后呢 被鞭打了 有一些人啊 就是经常会坐牢的 他老是 不能够不犯罪 我觉得这些也是有关 有些人偷皮会成习惯 是小小偷到大的 然后呢 戏毒也是 由浅吸到神 过后他会变到很严重 变成病态了 因此啊 他逃不掉 没有这样子的 种种些这样的情形啊 好 过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呢 就是还有什么 更像乌邦罪报 同学啊 这个乌邦罪报啊 Politic最容易产生 今天啊 又Asmin啊 又反驳说 我没有毁棒林光英 Politic最多这一些 但是在网络的世界啊 同学我是觉得能的话 尽量避免网络工神啊 你们有没有看那个 麦当劳辣椒这样事件 有留意吗 麦当劳辣椒这样事件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 举手一下 Facebook之类 有看对不对 没有听真的没完没了 对不对 这种东西很简单 他们两个好好沟通就没事 你一放去网络工神 很多人的想法就更复杂了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些啊 真的谁是谁非 我们也很难判断 不过我是觉得啊 用网络工神 只会把事情论得更复杂 然后你讲的话 也会被别人误解 同学要记得 很多人啊 不看内文的 很多人啊 是看什么看标题 就留言了的 然后很多按赞跟血啊 是没头没脑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哦 之前海盗法师的case就是嘛 那个标题啊 里面 里面根本都没有证据啊 讲它跟女人有关 但是标题要放 因为女人被赶出门 看到吗 所以呢这个啊 是要告她的 这个 因为啊那标题党啊 就是要吸引人 然后那些按赞啊 还有转发的人 其实基本上 没有看内容的 我看到内容 我才不要转发这些东西 根本都是 怎么讲啊 是个人的事 很多他已经set的七七八八了 但是就是要新闻的关系 那些人就是这样来 所以同学这个媒体啊 真的是就是说 没有他也不行 太过在意他也是啊 就是气死自己罢了的 这样子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 他讲啊 恶病年年啊 就长年都生病啊 卧 诊床 卧在床上 诊卧 床系 不能够取 这个你看又回到来 病的部分 这边又跟前面这边有关系 多病销售 所以同学他是有一点啊 看不到的规律了 然后过这一边呢 要参与什么 贼风总马 否筛罪报 这个很奇怪啊 贼风总马 我看也是查不到的 贼风总马 新生国语词 你看看 贼风啊 总马 贼风 贼风 哎呀 好惨啊 这个是台湾字典 应该是找不到的 没有 ok ok 贼风总马 这样的话 还是要找 这个 贼 风 比较奇怪 贼风总马 哦 我知道了 同学是病来的 看到吗 外邪轻入身体 所以是病来的 因此这个贼风总马 是病来的 否筛罪报啊 看到吗 同学可以写一写哦 这个贼风啊 是一种病来的 贼风看到吗 虚邪 贼风清洗 外邪轻入人体变化 所以贼风本身是一种病来的 四十不正之时 虚邪贼风 所以呢 贼风本身 贼风异常的风气 那先啊 同学 有点困乱 原来一种 一个贼风的定义啊 是一种邪气来的 另外一种贼风 是异常的风气 他说 贼者伤害之名 四十不正之气皆为之 贼风邪气 这有点奇怪哦 嗯 这样子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看来像病比较多了 贼风肿满 然后呢 过来讲了 为诸恶神啊 事求其变 欲作妥害 这个为诸恶神啊 这个就是啊 你可能你居心不良 所以给鬼神啊 有机可乘 那你是事后这些鬼神啊 过后啊 就会得到那个追报这样子 好 同学这个贼风啊 当然他是一种病人的 一种邪风无情这样子 好 同学我们的课到这里结束了 看一下有几面 一面 两面 三面 四面 诶 完了 同学 哦 四面就完了 哦 可能下一堂课就完了 哦 哎 我先问问你们先 哎 应该是下 再一两堂课就可以完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接下来 哦 觉得 礼拜天这个时候 你是很有意愿 就去上课的 就上什么过门 再来商量 你觉得啊 这个时间上课是好的 还是说 你觉得哎呀 好了 难得上完 你要把礼拜天 这个时候拿来做别的事情 看你们 支付也是看你们 然后大家一起决定 所以觉得啊 礼拜天两点 你喜欢继续上课的 举手一下 上什么过后再算 输赢一位 其他不要上课了 对不对 是吗 其他不要上课 妙婷 都不要吧 就把他上完他就算 对不对 静云要上课是吗 静云上课对不对 OK 静云上课 把不一样的能量带 哦 OK 就是输赢想 一哥想上课罢了 其他就完毕就算了 是吗 论清是吗 谁觉得 你给我确定一下答案 谁觉得这个课完了 你就想告个段落的举手一下 你就忙别的事情 不要再上课了 哦 这输赢只你一个罢了 赤修也是 这样看来的话 哦 如果这样看来的话 就可能就完了 那就算了 因为你才一个人罢了 没关系 输赢如果是你一个 我再看看 还有什么课子我想开 我开 那么就从你这边 再召集其他的人 再过来 OK 现在堂课啊 国风那些还有回来 我再问其他了 那你们不上课的人 就不上了 那在留下的人 我再跟你们商量 看你们想上什么课了 那我再开课 再来尝试找神这样 那不上的人 就可以把时间 去忙别的事情了 应该还有两堂就结束了 苏盈 你想想看你想上什么课 你可以想想看你想上什么课 我会在WhatsApp Group 里面留言 这样好 OK好 都学开卖 请